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听了默契讲讲来讲去都知道 反正本来我们就是自信本来都是很明空清净的 是我们妄想执着把它覆盖上 甚至把心所显现的都当作真的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 妄念本身即是法身 所以一切不过是内心显现的一个现象 它毫无真正存在的 所以当然你要了解这个女孩必须从乱里面去看到你的不乱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重点 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个是你的问题 不是外界的问题 就是说不是别人惹我生气的 是我内心文机起舞 起心动念了 离开我的自信情境了 那首先你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见地 就是说这是一定的 这是我的问题 所以你就要让它平静下来 当你平静下来的时候 我原来智慧就在这里面 所以就像任波切说的 这个真正心一起来的时候 你不要随着它而起心动念 你只是看清楚它 它就会成为一个大圆镜子 这么干净清楚 所以 那这个世界就让我们随时在起五毒烦恼 乃至六毒 那你必须利用这个境界来修行 当然就我个人来讲 菩提心是一种责任 特别这个时代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复杂的时代 欲望 魔 嗔恨 为什么 因为透过网络 所以时时刻刻都有 好像在监督一样 透过网络 快速地传递 就像我现在 我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太有 因为很多人 打到我的网络里面 微信 微博 我的微博已经累积了 将近七千封信还没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微信的部分我就尽量回 因为他写的都是一种苦 我实在很 我就觉得我自己 要这么慈悲实在很困难 因为时间不够用 而且我能够去回答的有限 因为他问我的是有些 不是超出我的范围呢 他病得要命是什么原因 身上什么在主 当然我们就念钥匙周 回向 回向来冤行在主 这样子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你会一定要找出他的病因 还是他的债主 如何去跟他忏悔 这样还不够 你还要借这个机会 告诉对方 怎么去做 但是这些病苦 如果你本身没有经验 这些心理的痛苦 你本身没有经验 那你告诉他有一点困难 比如说你本身是爱生气的人 因为称恨而造成高血压的人 那你现在过来了 你要有这个实修来告诉他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事实上这些忙碌都是一个助缘 他让你更了解苦 而且我刚才讲 现在是一个欲望的时代 欲望的代表就是魔 所以这个魔法 纯粹就是魔的时代 那魔会透过各种爱情 经济 金钱 政治 各种方法来渗透 就像各位大家都 拿三G 四G 五G以后 那都在你身上了 因为连接了 所以我 当然一个人要发起真正的菩提心 来自按照今天 仁波切所说的这样来实修 所以刚刚仁波切要我上去吃饭 他马上问我 刚刚讲了有用吗 有用吗 当然 我的回答 我说仁波切讲的这些东西 书上都有多的是 他说不深刻 没有透过仁波切的实修 因为仁波切 他就给我说了 他说是 我这些都是被关在监狱里面 手上没有半本书 我就会凭着 他的上师所讲的这些方法 来超越所有的痛苦 所以对他来讲太深刻了 只是他给我说 现代的年轻的法师 甚至上师仁波切都没这个机会了 因为非常痛苦的时候 他必须安住在 知道一切的痛苦都是虚幻的 都是违心所现的 所以他说他没办法按照书上这样去说 当然我也回答说 书上说的我们看了都会睡觉 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 就像达摩祖师一样的 一心传心的对峙 感受到仁波切的苦的过程里面 然后来跟我们说法 又说了这么自在 当然我要说了 包括刚刚现在这个社会这么混乱 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 身体变化的压力 你的亲人种种变化的压力 整个政治上 甚至现在的报纸媒体 天天都在给你很大的压力 如果你没有悲心就算了 反正你就看八卦 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点的悲心 那怎么办 这些事情怎么办 所以因为既然我们要去修慈悲心 你不能自自不理 就像各位刚刚讲的 我这么多人传简讯给我 正在开刀 正在怎么样怎么样 希望师父加持 你不能跳过去 因为你说你在修慈悲心 你无论如何要为他 很认真的注念回向 甚至跟他说 我现在在法会 我会尽力 请你放心 不要急 你应该怎么做 我也会这么做 你要给他一个依靠 所以当然 这个依靠过了以后 佛法力量 我觉得佛法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事情就会过关 大化效 后面就会产生更多的执着 为什么他就 这个好 他就什么事情都来找你 所以你说 不帮助 不慈悲 帮助 那你就要承担 更多更多的 所以 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成佛的助缘 所以 在这种社会这种状态 乃是诱惑这种状态 就像梁华生大师说了 这个时候 铁鸟在空中飞的时候 你只能用秘法 会流行 那秘法跟我们汉传 事实上也没 但是这个秘法的意思 各位都知道 是一种不间断的正念 那你必须把佛号演好 咒语演好 心情演好 就像仁波切说 他死了 他的生命就是佛子行三十七颂 你要把它 很正确地用在你心里面 用在你心里面而显现出来 去调伏自己 又更能够去净化世界 所以 我又把刚刚仁波切讲了一点点 跟各位在提醒而已 所以仁波切说 宗教 无论如何是为了自心的祥和 以及外在世界的祥和 所以 我不能觉得自己的法门 好或不好 不能有这个 主题在这边 自心的祥和 保持极静 外在的祥和 虽然万象变化 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的 所以 这样我们跟世界也没有对立 因为这个世界也是我们内心 显现内外 都是映如了 所以我们讲菩提心 这个菩提 它就是一种进化 那我们的主题来 进化什么 人我直跟法我直 人我直各位都知道 贪嗔痴 来自修师生法 不要执着身体 是自己的要断 法我直就是有分别 我觉得这个好 那个不好 对外在世界的分别 那仁波切讲的上个重点 我觉得太重要了 所以观修持无量心 可以消除当下的 由我直所生出来的 怀恼 迷惑 简单的说 观修无量心 可以去除我持 进一步 观修世俗菩提心 那各位千万不要把观修 就坐在里面叫观修 观修是在你 实际的立他的行动里面 我们就布施 我们就放生 去做焉共 我们正在持戒 那这个世俗菩提心 就是六度波罗密 你要把所有的行动 都融入在六度波罗密里面 这样去实修 那这样呢 那你就可以消除 罚我直 就是对宗派 对外在的一切的分别 然后进一步 做的时候 又进入圣意的菩提心 那这圣意菩提心 就是我们讲 在你做的同时 你不能执着有一个你 有一个我 或是这个事情 叫三轮体空 在这种圣意菩提心 那这样才可以阵入空性 所以 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重点 但是我想 观修是在立他的行为完成的 所以 如何让我们时时刻刻 内心里面真实的 伸出佛法的力量 所以 如果我们对佛法 有这个信心 而去修持 持心悲心 那真的可以 消除我们内心的 贪心 害心 邪见 所以 持就是给众生快乐 可以消除你的贪心 悲心 就是要救众生 可以消除你的 称害之心 因为这样慢慢 消除我持 所以你会去除 邪见 所以 那我们